5月9日上午,知名八卦媒体,有女版卓伟之称的张小涵,晒出一段视频,内容是关于小花杨子和前男友秦俊杰的,同在横店拍戏的两人,收工后,先后走进同一家饭店聚餐,消息一出,很快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,晚上10点30分左右,为了掩人耳目,秦俊杰先行从饭店走出。 可以确定的是,杨子最近确实在横店拍摄新剧《长相思》,该剧由杨子、张婉毅、邓唯、拜陆娃、王红毅等领衔主演,谈剑次特别出演,而且,秦俊杰最近同样在横店拍摄新剧《天行剑》,该剧由楼剑和魏力周指导,秦俊杰、黄梦莹、刘雨宁等主演,杨子和秦俊杰合体聚餐的消息传出后,很多人都在猜测,两人是不是旧情难忘, 也有人觉得,两人很有可能重新走在一起,杨子在剧中扮演的是女二号陆雪奇,秦俊杰演的是男三号曾叔叔,2016年11月,两人的恋情被曝光,2017年2月16日,杨子通过微博官宣与秦俊杰的恋情,随后,秦俊杰也转发了动态,承认两人恋爱的消息。 如今,已经分手近4年的杨子和秦俊杰,被拍到一同聚餐的画面,很难让人不去多想。 一方面,4年来,杨子一直没有开始新的感情,秦俊杰也没有新的恋情传出,这就为他们的复合创造了条件。 既然彼此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另一半,那么,兜兜转转,回到最初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也有人对两人的复合并不看好,认为两人的嘎位已不在同一档次,秦俊杰配不上杨子。 还有人觉得,两人既然都有新剧在拍,会不会以此为话题进行炒作呢? 果不其然,就在外界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时,两位当事方均对该消息进行否认。 也就是说,杨子和秦俊杰有可能是在同一家餐厅吃饭,但只是巧合罢了,也有可能是八卦媒体避重就轻,一花接木,大时间差。 故意制造话题。